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奇權報局》,有好幾天沒見大家,上星期五放假 本句話說,上次見大家是上星期三的時候 其實就算我不在,影響不大,因為真的已經預料了 就算在上星期三跟大家說,我都提及過,其實市都真的很牛皮 上方阻力25,952,下方支持25,403點 預計過了7月1日之後,慢慢市才會開始觸光向 之前來講,其實市都相對性比較靜 事後直至7月1日回來,今天來講,市才有一個相對性比較大的波幅 這段時間,市都是圍繞著,我之前跟大家提及到的 上方25,950點,下方25,400點 這些位置,做一個叫做徘徊的動作 真的沒有什麼促進什麼方向 在這些市況來說,說真的,你純粹是短炒的 你說要做一些什麼方向性的策略,是沒有什麼要做的 因為市實就太過牛皮了 所以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特別,偏高僱,偏低炸,是這麼簡單 也都因為這樣,在我自己上星期五放假之前都跟大家說 真的沒有什麼好做 我也不傾向做什麼 是寧願是真的要做的 就是,其次即是短炒 在上次和今天所講的座,也都盛著個小 跟大家介紹了其中一個,我有用開的方法 給大家炒 過了十天左右,炒了十天,接近一天贏錢 有兩三天,是進不了錢 不代表輸錢,是進不了錢 其餘那些是差不多泡泡贏的 是很和美的 拿這些錢慢慢摔下摔下 除了是這樣,沒有什麼好做 現在七一過後了 市又應該要怎麼做的問題 正如意外所講 每次一度結算 我就一定會拉轉倉水平出來看看 最新轉倉水平的位置 在七月份來說 上方25885點,下方25446 就會成為了未來七月份 一個很重要的阻力和支持位置 但是問題就是 轉倉水平頂位25850 再對上方一個比較重要的阻力位 25952 其實這個阻力位和轉倉水平25850 的位置相差不太遠 一百點左右 下方支持轉倉水平低位25446 和一個很重要的支持位置 六月十五號 星期四低位25400 又不是差很遠 差那幾十點 所以簡單來說 我自己都覺得 很大很大機會來講 在八月份來說 市一是不出方向 一突破了這一抽橫行的區域 那市就爆了 所以純粹用轉倉水平的方法 去做為分析 在上個月六月來說 失敗了 以往都有跟大家說 通常一般的人很衰格 衰那一次 下次就不會用 我反過來 上個月衰了 今個月 我不但不會做 如果真的出現方向 我分分鐘會比上個月雙倍數碼 這個很重要 但是 那些不懂做trade的人 衰那一次就不會繼續做 因為他們不做research 不知道這件事 過往成功力有多大 那每次做市 即每次做trade 他們就是 可以的就做 不可以的就不做 不可以很系統性地去持續做trade 那這個是大部分做trade的人 失敗的原因之一 那暫時現在去到市 始終好像今天結算之後的一天 結算之後一兩天 那我都畫錯了轉倉水平 那個轉倉水平應該是再早些 我會再更新 因為是六月三十 這個不是結算日 我剛才說錯了給大家看 不過anyway 我自己覺得 最新的位置 轉倉水平的低位 都是附近這些位置 因為昨天 上個星期五 督穿了轉倉水平低位 大概收市 收在轉倉水平的低位 樓上 不算督穿 所以那個支持位置 就退下來 2544樓 六 雖然這個不是轉倉水平低位 但是我們最新的支持 都是圍繞著 都是要看著2544樓這個位置 還有來講 向下一個比較重要一點點支持 25403點 一個比較重要一點點支持的位置 我都是那一句 未來的市場 我如果要突破的話 我會穩陣一點 會看6月15號的低位 和6月9號的低位 這兩個上個星期 和大家說的位置 會不會出賣 才當它突破 我就會覺得是穩陣一點 真的出現這個情況 我就預期市場會大爆 我自己來說 都是傾向市場先回調 後向上的機會率是比較大的 我是這樣去看的 所以在策略上 我以前也和大家做過分析 就是主動做淡 就小心一點 但是我會在這些位置 傾向先做一個減刺的動作 如果主動做淡 之前和大家說的 就是細處算 但是上個月來說 是利用轉瘡水平的方法 剛才有提及過 衰過一次 今次來說 我會重複注碼 所以之前和大家說 我會傾向以減遲為主 做淡的 只而少著 改變做 今個月來說 去到這些位置 如果萬一突破轉瘡水平低位 即是破了那個 上個禮拜 6月15日 即是四個低位 25403點 突破了的話 向下突破壞 我會是 不止減注那麼簡單 還會是 可能是帶著一些 即是比 平時看淡的注碼多一些 去看市場下 我會傾向減 但是問題來了 現在 又未正式突破轉瘡水平的區域 OK 只不過在這些位置游走 策略上 就不要亂做事 不要亂做事 你說看回引心波幅那個位置 自從上個星期五 過市 倒下來一下 最低是5446 引心波幅急劇抽了上來 你見明顯地抽得很急 最高去到大約14度 在這種情況來說 以往來說 在這些位置 就不是 雖然我偏向看淡 但是都不是那麼傾向去做sort point 因為覺得之前 引心波幅比較低 但是 如果市 是夾高一點 我覺得大約 剛才所說的比較重要 一個關鍵阻力位 就是25952點 如果轉瘡水平的高位 就是5885點 下面應該說錯了 上面應該是準的 簡單來說 如果純粹做淡瘡 在市 大約25800樓上 我覺得都開始抵薄 但當時的情況 是沒有出現一個突破 轉瘡水平的頂位的動作 可以做的話 你有幾種做法 一 如果當時的引心波幅 你要留意著 引心波幅是否抵薄的問題 我覺得引心波幅大約是圍繞13以上 這裏都有寫的 市場在25800樓上 我覺得可以考慮去做sort point sort call sort call 8月份 不是sort 7月份 大約選擇做sort call 價外 我覺得是 選擇做8月份 價外大約1200點 25800價外1200點 大約是27000左右 我覺得都很穩陣 但在25800樓上才好做 還有IV我覺得要在13樓上才抵薄 要兩個條件同時符合 我才覺得抵薄 萬一市場確認突破了 6月9日5月頂位25900 52點 我才做一個對沖 甚至重駐做好 否則我都選擇做價錢2點 但是 如果去到大約25800樓上 他的窩沒有去到13樓上 那我選不選擇做sort call 在這種情況下 你看 如果 隱身波幅大約是去到12樓下 我覺得是抵薄做長期 在25800樓上 但是隱身波幅12樓下 我覺得抵薄做長期 那時候 我覺得你可以預算分兩柱 那一柱25000樓上 先做一張long put的倉位 做即月份即是七月份 博士會對穿 6月15日25400樓下的低位 選擇做long put倉 那時候 就不要那麼沽航 選擇做價外400點這些位置 要不做 月頭的 我經常說 選擇價外800至1000 那時候我會建議 如果隱身波幅 是12樓 甚至低水平25800樓上 我覺得你可以選擇做 7月份long put倉 價外1000點 然後當市正式向下突破 轉租水平低位的情況下 再搏第二柱 再long put 減回和之前價外1000點 同一個行使價的位置 分兩柱做倉 我覺得可以這樣做 但如果市升到25800樓上 隱身波幅又不是13樓上 即是不低座做short倉 又未去到低至12樓下 即是不低座 那這些情況 我覺得做short就無謂了 做long的話 就細小小鑽馬 細小小鑽馬 因為直播率不夠高 這個你自己考慮了 但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比較是一個 傾向穩陣少少 你寧願等直播率到的時候出手 什麼是直播率到呢 25800樓上其次 IV13以上做short on short on 8月份價外1200點 否則來講 IV12以下 Long Putong 7月份價外1000點 這個叫直播率舊的情況 否則來講 就無謂立即出手了 寧願等市場向下突破 轉中水平低位 確認市場向下走的時候 才斷炒下去 那時候應該還有水位 最主要是這麼說 今天暫時來說 其實只是在等一個叫直播率 舊的機會才出手 所以就沒有什麼好說 暫時來說 分析這麼多 今天是星期三 再跟大家繼續 今天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